網球名將 紅土之王納達爾 賽前都會帶上要價八位數的RM名錶 成功替品牌打響知名度 因為這一支錶的價格 幾乎等於都會區的一間房子 這支大概一千一 這支一千二左右 你沒聽錯 不是房價 而是這幾支錶 通通破千萬 因為價格昂貴又保值 現在連犯罪集團也會利用它來洗錢 RM就是洗錢 這個已經被人畫上一個等號很久了 我們要把錢洗到境外的 就也會移居的 那真的是一支錶 真的像你說的很方便 過去犯罪集團愛名車 但是現在換成名錶 因為兩箱對照 汽車體積大 買賣手續多 還必須登記個人資料 每年折救率還要10% 反觀手錶體積小 買賣不需任何個資 更沒有折救問題 三年前的館長槍擊案 警方在攻堅抓人時 就在嫌犯住處 查扣24支名錶 其中一支AP名錶就價值三百萬 黑道愛名錶其實有不能說的秘密 現在詐騙集團也學聰明了 以往他們喜歡用騙奶的髒款 去購買名車跑車來炫耀 但常常一旦組織被瓦解以後 這些昂貴的名車跑車就被警方查扣 甚至被法拍 高單價昂貴的名錶 那這些名錶體積小 又好藏膩好攜帶 甚至比名車還保值 為了避免金流被掌握 犯罪集團花招多 不過一旦被瓦解名錶就會換了一個身份 變成髒證物進行法拍 到時候這些不法所得 必須通通吐出來 近新聞 顏凱去史紮瑞彈廠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